字幕 李宗盛 小朋友,你坐在我的位置 你是… 我是被叫過來的 叫你過來做甚麼?坐嗎? 對,坐在這裡和大家報道一週科學新聞 看不出來你真聰明,誰叫你過來 是我啊,是我叫他過來的 伊婷,你終於回來了? 自從你認識了澳門先生之後 我們都很久沒見過你了 現在還大了一個 你已經這麼高大了 基因好是不一樣的 唉呀,你想了去哪裡? 這個不是我的兒子 是我妹妹的兒子 你好,別人妹妹的兒子 你怎麼稱呼? 你好,各位大家好 我是Andrew,今年升四年級 那行了,你這麼聰明 加上Edith叫你來 肯定準備了很多棒的東西給大家 那就交給你們吧 好啊,Angela 你把你準備的資料 告訴大家就行了 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兩個全球暖化的問題 希望大家不要認為這些不是新聞 這些我相信是事實 而且後果很嚴重 各位大人,你們喜歡浪費 開燈又開冷氣 會搞到人類滅絕 人類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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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Angela 剛才排氣沒有這句的 何時說到開冷氣會搞到人類滅絕 這麼大件事 啊,是啊,這句是不可說的 是前香港千聞台台獎 林超英她說的 其實我已經有好幾年 在太太的合作之下 晚上沒有開冷氣的了 不是說我特別不怕熱的 其實我也會出熱的 我也會出汗的 我在知識上 我知道我開冷氣會令地球更壞 然後這個壞呢 是會壞到什麼地步呢 壞到可能人類都滅絕的 啊,那我明白了 只不過她說她不開冷氣 那我很好奇她夏天晚上是怎樣睡的呢 不怕,她有一個秘密武器 帶給你們去看看吧 我現在帶你們去看我 夜貓睡覺的秘密武器 謝謝 就在這裡後面 顯起呢 你有可能見到我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六寸直徑 就是15cm直徑的USB風扇仔 它是一個溫柔的氣能 它就輕輕在你身上 輕輕地吹過 就算有微寒 它又是蒸發你 你覺得是涼 人只需要我頭有剝夠涼 你就睡著了 啊,小朋友 你是有些了道 你說完剛才那段說話 我覺得你越看越帥仔 即是家價又好 我跟你說一下 我呢 就真的整個夏天都不開冷氣了 我家裡也是有一個USB風扇仔 那就對著我的頭 和肩膀 吹吹吹吹吹 通常它電都沒有用完 我已經睡著了 那到了早上 剛剛好 太陽出回來 我又被太陽熱醒了 其實已經7時多了 即是由9時起床上班 好 那Andrew 除了剛才的事 你還有什麼想跟大家說呢 嗯 有啊 上個星期二 美國國家冰雪數據中心一項研究指出 假如按目前全球室溫氣體排放量的增長速度推算 永久凍土將會慢慢融化 然後就會放出水銀等等的有毒物質 污染整條流過美國和加拿大世界最長的三文魚河 也就是肉胸河 如果大家再這樣坐視不理 你覺得不是關你的事的話 將來就是關我們這一代的事 你們這一代人就吃三文魚 現在我們這一代人以後就要吃水銀 等等Andrew 你別這樣看著我 我整個夏天沒有開冷氣睡覺的 你看吧 蓋回前面 螢光幕是他們 是他們 是啊 在這裡我也要跟大家補充一點 根據香港食安中心資料顯示 人類是可以由魚類中攝取水銀 當孕婦進食到含有水銀的魚類 胎兒都會隨之而攝入水銀 而水銀的毒性是非常之強的 或者會損害到人體神經系統 尤其是胎兒發育之中的腦部 所以林超英台長她是沒有說錯的 開冷氣是真的可以搞到人類滅絕的 嗯 是啊 即是好像我這些 最無辜的 Angelo你知不知道 人類開冷氣 搞到我好像陪著滅絕 你大哥 唉 所以Angelo你還有什麼想要跟大家說的 有啊 都是全球暖化的問題 同樣是個嘉賓說數據中 中心的數據指出 2020年9月15日 是海冰面積最小的一天 讀回374萬屏風公里 是有紀錄以來海冰面積第二最小 海冰面積越來越小 即是代表海上越來越暖 綠色和平表示 海冰面積迅速消失 是令人震驚的指標 等我在這裡又跟大家補充一點 海冰面積迅速消失 和陸上的冰川溶化是不同的 海冰溶化是不會直接導致海平面上升 但冰層減少 意味著海洋吸收更多太陽輻射 進一步將地球變暖 沒錯 今年澳洲、亞根廷和西伯利亞 北極圈發生史無前例的山火 而山火又剛好 會溶化永久的凍土 並釋出令氣候變暖的甲軟 所以這是一個很惡的惡性循環 更深之乎的是 賓夕凡利亞州立大學 氣候科學家萬恩指出 在北極發生的事 是不會只停留在北極的 這句話是為甚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現在前所未有的熱浪、洪水、乾旱、山火 都會令我們看到北極圈變暖 或者是全球暖化 所帶給我們全球全人類的負面影響 好 可能大家覺得我們幾個人說的話 不夠說服力 那你們也聽一下 聽到林超英先生怎麼說 山竹雜坊 帶來過紀錄的一本報紙 在以前五十年一遇的高水位 去到世紀門是每年都發生的 所以我經常都會告訴別人 你現在買樓 不要買在海岸第一線 一定要退後幾條街 因為你真是沒有辦法 自己想將來的情況 好 最後呢 接下來我們明天 即是十月一日 星期四的晚上七點到九點 在澳門科學館海堤 是會有點亮星神中秋上一活動 科學館有最新的全澳最大目視觀察望遠鏡 將會第一次開崗 和各位市民見面 沒錯 我們除了用望遠鏡 看中秋月亮 還有活動現場 還有音樂的表演 還有小遊戲 參加小遊戲的小朋友 還有機會獲得 中秋小燈龍一個 明天這個時間 我們要約定 澳門科學館海堤見 至於今天 時間有限 但我們叫Andrew 又要回家讀書 對吧 所以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各位再見 再見 再見